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英国出现了一项富高度争议性的协议 事源是政府为了阻击沟渡者和人蛇集团 内政大臣彭代令和东非国家劳旺达的外长 是签署了这一项协议 规定那些是坐船仔或者躲在跨境货车里面等等的 危险途径偷渡来英国去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是终于被外判送到劳旺达处理庇护申请 英国政府也会向劳旺达的政府提供相应的资助 这个计划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呢 而为什么又是劳旺达呢 英国和劳旺达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呢 里面每一个小议题都充满着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概念 我们看回英国内政部的声明 他说得明白如果这些非法入境者 即不是所有而是他送到劳旺达的这一批 他们就算最后政治庇护的申请是获得成功批准 是可以获得支援的 但是只能够在劳旺达当地建立新的繁荣生活 换句话说就算他们是批准了也好 也都只能够在劳旺达那里过新的繁荣生活 拿劳旺达的护照不可能定居英国 对英国来说可以说是腐底抽身了 彭代宁签署协议之后 在Twitter发布了一段这样的影片 就是说一行协议是领先全世界的移民合作协议 亦都说是可以协助摧毁人口走私犯的经济模式 而且是防止生命损失 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们英国政府就是对庇护制度 进行了几十年来第一次的全面改革 而这个想法的核心就是公平 就是说获得英国庇护的保障是基于真正的需要 而不是基于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给钱 走私的人犯 换言之他强调 彻底改革庇护制度可以继续支持 透过其他安全合法的途径 逃离暴政迫害的人士 同时可以阻止偷渡者非法进入英国 换言之通过安全合法渠道申请政治庇护 通过安全合法渠道来到英国的人 就不在这个scheme之内 而且是说香港人自然就不受任何影响了 但是总之是这样 这个计划在英国国内依然是受到不少的争议 因为究竟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士去到劳旺达之后 生活待遇是怎样 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迷 当然与此同时很多人蛇滥用了英国入境政策 也是一个事实 根据BBC的报道 单是在去年2021年 由于法国政府刻意放远手脚 居然是有28,000人乘坐小船仔跨越英伦海峡去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而这件事也是英国脱欧之后变本加厉 但是劳旺达计划的细节 大家到现在都不是完全知道 BBC的记者曾经实地考察劳旺达去安置被护申请者的一个住宿点 当地空间是一次过可以住100人左右 估计每年可以处理500个政治庇护申请者 而推算这样的住宿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估计起码有几百个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点在规划当中 另一个媒体i-news就报道了比较多的细节 根据BBC的资讯 被归类为非法移民的人 将会首先被评估是否适合重新安置到卢旺达 如果是适合的 已经是被英国拘留的他们 就会等待卢旺达政府接受转移 包机送去当地 抵达卢旺达之后 他们就会被带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住所 接着就可以正式提出庇护申请 也有五天的时间 对这个所谓重新安置的决定提出上诉 如果接受 就会得到五年的计划支援 如果拒绝 就有可能被选回原籍国 这项政策 适用于任何去英国 庇护申请 视为不可接受的人 包括了男女家庭 但不适用于没有人陪伴的小孩 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 偷渡横越英伦海峡 申请庇护的非法入境者当中 有超过七成都是男性 这个计划很明显 主要也是针对着他们的 英国内政部声明 基于协议的条款 会注资一亿二千万英镑 帮助劳旺达经济发展 可以说是outsource外判费用 也会跟劳旺达政府额外提供资金 去应付所有有关的开支 包括外判庇护需要的运作 住宿、融合等等的费用 卢旺达政府说这批移民 将会根据卢旺达的法律 依法得到充分的保护 有权拥有平等就业的机会 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等 而卢旺达近年经济发展是十分之好的 有非洲、新加坡之称 二十多年前那场大屠杀陰影 表面上大家都已经摆在一边 霍家是大和解 但现在的独裁者总统 亦都是很刻意走一种 右上而下的威权模式 劳旺达的反对派批评建议 认为劳旺达政府接纳这些 由英国全过去的申请庇护的人 是十分之有问题 因为讽刺的是劳旺达自己本身 都是难民的来源国之一 虽然有人说他们现在是十分之安全 但是也是十分之不快乐的 英国很多的非政府组织、NGO 特别是左翼 对政府这个举动都非常不满意 有160个英国团体 发表了联署公开信 呼吁政府放弃这个计划 认为是会将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送去劳旺达 造成巨大的痛苦 而且谁最脆弱的人是会首当其冲 这些是残忍不道德的行径 当然这个说法对很多右翼人士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这些人本身 并没有在英国居住的权力 而且他们是比较明显地通过蛇头 偷渡进来 如果这样也可以中容的话 那又收得多少呢? 而英国各界都很强调 这个计划 是绝对不会影响合法、合理地申请庇护的人 例如香港人 一般通过BNO5加1签证计划 移民英国的香港人 自然是属于安全合法途径 跟刚才计划完全没有关系 就算是去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 只要是合法入境 也不会被当作这批疑似的非法入境者 假难民看待 毕竟一般香港人 无论是拿着特区护照 还是BNO 入境都可以逗留6个月 不少申请过庇护的人 中途都转换了另一种方式的居留 当然 假如未来移居英国的香港人 包括了一些挑战普世价值的另类的移民 令到英国民情反弹政府落集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 但今次奴旺答案 和香港人就绝对无关了 而这一点正正是 我们看到不少的蓝丝媒体 刻意扭曲事实 制造恐慌 我们以事论事 是必须要以正时听的 但我们也要问多一个问题 在国际关系角度 为什么今次的方案是奴旺达方案呢? 英国和奴旺达有什么关系呢?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次的奴旺达方案出台的时候 英国政府除了是感谢奴旺达政府合作 也特别提到奴旺达将会主办 今年6月底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路会议 强调英联邦的元素作为爱判 让奴旺达处理这些难民申请者的法理依据之一 不少受到历史的朋友都会问 奴旺达又没有成为过英国殖民地 为什么他也可以是英联邦成员国呢? 一般的英联邦成员国基本上都是有一段英国殖民的历史 只有两个例外 奴旺达和另一个非洲国家莫桑彼黑 奴旺达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 一战之后就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 从来都没有被英国殖民的 英文在当地的流通率虽然是相对提升 但是依然是比法语为低 所以要知道的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基本上就是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 在奴旺达独立后 法国也是对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欧洲国家 至于莫桑彼黑 以前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直到1975年独立的时候 都从来没有被英国殖民过 于是我们就要认真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奴旺达和莫桑彼黑 可以成为英联邦的一份事呢? 这个现象对我们来说 又有没有启示呢? 毕竟曾几何时当香港还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每年每一届都有参加英联邦运动会 根据一份2005年10月发表的英联邦研究所研讨会报告 莫桑彼黑的案例是比较容易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特事特办一个特例 他是在1995年加入英联邦 当时已经说明是一个例外 而这个例外的原因是跟英国处理南非问题有关的 南非历史上就真的是英国曾几何时的殖民地 后来就独立成功 但他的白人政府就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令南非问题成为了最困扰英联邦的大事 当时英国是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 也都是拉拢一些南非附近的国家 又或者是未独立的殖民地去紧密合作 当时在南非邻国的莫桑彼黑 就是英国重点拉拢的对象 由于南非对英国来说是很重要 但是又要行这个种族隔离政策 他的邻国就变成英国和南非之间的白手套 莫桑彼黑就是这样的角色 于是莫桑彼黑慢慢就成为了英联邦的表亲 1987年开始就已经有份参与英联邦政府首路会议 在冷战结束之后 南非就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 黑人曼德拉也当选总统 非洲人国民大会成为了执政党 莫桑彼黑的特殊价值和贡献已经不再存在 英联邦也减少了对莫桑彼黑的援助 但是莫桑彼黑就会觉得 这样是不是将我们当作冠犯呢?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是不是都应该给予一个名分呢? 由于英联邦并不像其他国际组织 是没有观察员的制度的 而其他南部非洲的国家 比如说曾经被英国殖民的坦桑尼亚 或者南非本身 都是很支持莫桑彼黑加入英联邦 特别是曼德拉他作为南非总统 以及推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英雄 在1995年的英联邦政府首途会议期间 更加作出了个人的呼吁 希望英联邦可以行使特例 给莫桑彼黑加入 最后他的影响力是可以压倒所有的反对声音 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就例外地成为了英联邦成员国了 但是当时已经有些国家担心 如果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英联邦 那么这个联邦还有什么的共同理念 共同目标共同文化可言呢? 于是这个组织也开始收紧了 新增成员国的标准 1997年英联邦首途政府会议 发表了外丁堡宣言 当中是确立了任何未来有意加入英联邦的国家 都一定要跟现有的成员有所谓的直接宪法联系 当然他是有头盔的 也说明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申请过和现有英联邦成员国之间 应该要有历史性的宪法联系 但是如果有特殊的情况 应该根据相关申请的具体 概况予以考虑 于是在2009年加入英联邦的盧旺达 就是根据这个具体特殊情况予以考虑的既得利益者 究竟他为什么可以加入呢? 当时的报章是有这样报道的 虽然英联邦内部的独立人权组织 曾经认为盧旺达的人权状况 并未达到英联邦的要求 但是毕竟这个已经是东非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刚才我们说过东非的新加坡 英国、澳洲和乌干达等等 在英联邦有影响力的国家 都是大力支持盧旺达加入的 当然这个又是特事特办 《法新社》当年有报道过 盧旺达为了向英语世界靠拢 刻意将英文增增为官方语言之一 甚至将英文取代法文 成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 所以对英联邦来说 盧旺达申请加入 也是英文打赢法文文化影响力的一个象征 既然如此有诚意以英文取代法文 是不是很应该被一个特别的席位 盧旺达予以鼓励呢? 再加上英国政府是很希望在东非增加他们的据点 鄰近的肯雅、乌干达、坦桑尼亚 都是现成的英联邦国家 但是如果盧旺达加盟了之后 再打通过去就变成了干果 整个非洲就可以增加他的战略据点 而今次我们也看到盧旺达对英联邦是有特殊的价值的 如果不是就不会有今次的难民申请者特殊接收方案了 在盧旺达加入英联邦之后 英联邦已经没有再新增过任何新的成员 但是这个特事特办的传统相信都未必会是最后一次 毕竟英联邦欠将港老明申请加入的身份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但是有一些以前的英国殖民地 已经是合併了去令一些国家 那又有没有资格加入呢? 在淘宇世界的一些共同体 其实有这样的特例存在 比如说现在属于印度的果雅、属于中国的澳门 都会和他们的组织有特殊的交往 但是1997年之后 香港和英联邦就已经完全断裂关系了 那因为政治的原因 中国香港要加入英联邦 相信可能性是近乎零 但是如果不是以国家、地方、土地为单位 香港人的代表又可不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回到英联邦呢? 那这些这样的弹性 曾几何时是可以自由自在地作为纯学术的讨论的 那毕竟是一个学术的世界 应该是无边无际 对英联邦来说 任何的方案 至于今次的奴旺大方案 都可以探讨 那当然了 结果是怎样? 探讨完之后 是否可能 就是另一回事了